还在拖欠交通罚单的朋友要注意了 全国副总警长马兹兰昨天就宣布 警方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推出缴还罚单的半价优惠 优惠期长达五天 但是跟往常不一样的是呢 民众再也不需要亲自到警察局 顶着大热天排个大长龙 等上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清空罚单了 民众这次呢只需要到指定的网页 用电子付费的方式来缴付罚单 不过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究竟会不会影响在警局缴付罚单的人潮呢 一起跟着记者的脚步 到同样提供了半价优惠的雪兰 而巴打林在野警区总部去谈个究竟 巴打林在野警区总部 趁着新年前一连两天交通罚单的半价优惠 今天就来到了最后一天 不过今天早上的人潮看起来嘛 好像也不多 就连盒子里的号码牌 都没有派完 现场也看到不少的空椅子 那究竟这人潮和警方即将推出的 网上缴付罚单优惠 有没有关系呢 虽然受访民众当中 对这个措施不知情的占多数 但就算知情 还是对相关措施存有一定的疑虑 网上还了 有也是有听说过 昨天我问了 但那个警察想就 比较安全是来这边还嘛 因为网上还的话多人还嘛 所以他们的系统可能需要等好几天的时间来更新 因为今天是工作天 所以大部分的访客要不都是乐龄人士 家庭主妇之类 不过还是有人特地向公司请假过来缴罚单 有的甚至还开启了电脑 利用等待的空档处理公物 受访者在现场搅环能够获得折扣的罚单 主要以闯红灯和超速为主 不过昨天警方也已经对外放话 一边开车一边滑手机的危险驾驶司机 就是警方未来开罚单的目标 而且罚款数额高达300令吉 但有民众就开始担心 以后可能连使用手机GPS导航 可能都有困难了 现在找路好像全部是用location 用电话的嘛 你一看电话等一下他抓我们就是 你是问你 不管怎样 全部受访者都口径一致 赞成警方严厉执法 并认为这样才可以提升道路安全 他们也认为 虽然要价300块的罚单的确贵了一些 但唯有这样才可以对危险驾驶的司机 起到阻吓的作用